什么样的狗能迎战11只狼 干掉8个下跑3个还能全身而退 在美国的佐治亚州 就有这样一只狗 狗子叫卡斯珀 是一只大白熊犬 是农场的主人威尔威勒 专门养的一只护卫群 当时卡斯珀只有20个月大 但已经有了远超其他狗子的体型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很快就降领养 由于每周的蛟狼十分猖獗 不光会袭击牲畜 甚至连在家门口的小孩 都有可能被蛟狼袭击 这也是为什么威尔威勒 要养卡斯珀的原因 蛟狼一般都是群体性活动 所以一旦入侵农场之后 卡斯珀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当然蛟狼也没有试图掩藏自己 直直地就冲着羊群冲过去 卡斯珀很快就和蛟狼交手 十一对一看起来非常的悬殊 但对于卡斯珀这种职业选手来说 问题也不算很大 毕竟大白熊犬动辄四五十公斤的体重 打打最多也就二十来公斤的蛟狼 就跟打小趴才差不多 但这依旧是一场惊险的战斗 血战半个多小时之后 卡斯珀身受重伤 而十一只蛟狼现在只剩三只能动的 羊群也没有受到伤害 剩下的三只蛟狼 看大势一去 决定做出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 刘德青山在不怕煤柴烧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撒鸭子开溜 不然他们撒也得交代在这 纵然到时候卡斯珀估计也被他们干掉 但他们是来干饭的 不是来Castronway 再不走就真的有人教他们什么叫还我狗命 威尔威勒才后知后觉 是不是农场里面进了其他动物 等他找到事发现场的时候 只剩地上的斑斑血迹 以及卡斯珀的一部分断物 很显然卡斯珀是自己离开的 但不知道是觉得自己命不久 还是去追杀三只蛟狼啊 威尔威勒很担心他的安全 什么狗能迎战十一只蛟狼 干掉八个下跑三个 甚至还能全身而退 卡斯珀就是这只狗 但现在的问题是 卡斯珀也从现场消失了 生死不明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 卡斯珀是自己从事发现场离开的 不知道是觉得自己命不久 还是去追杀那三只蛟狼灭口去了 这让蝉使官威尔威勒很担心 为此蝉使官走遍了周边 贴满了寻狗启事 甚至还上网发帖寻狗 他希望卡斯珀没事 但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两天之后 卡斯珀一身血迹地出现在家门口 虽然说身上的血有蛟狼的 但肯定也有卡斯珀 因为卡斯珀的尾巴严重受伤 在打架的时候就被蛟狼咬掉不少 脖子和背上的伤口更是触目惊心 于是蝉使官就迅速开车 带狗子去了宠物医院治疗 在这里兽医处理了卡斯珀身上的伤口 并把它缠得里三层外三层的 去出席万圣节卡斯网会也毫无违和感 而且好消息是卡斯珀如果伤口愈合得好 就不需要再另外织品 但卡斯珀受伤确实挺严重 需要进行很长一段时间的治疗 为此一个动物保护组织 还给卡斯珀发起了募卷 筹到1.5万美元的治疗费用 不管怎样卡斯珀安全了 日后逃跑的三只蛟狼 大概会在蛟狼群体里 传播一种叫白色恶魔的恐怖传说 毕竟11只蛟狼集体行动也是非常少见 连11只一起上都打不过 要是其他的蛟狼来了 怕不是卡斯珀狗粮都能省 当然这也和卡斯珀的品种有关 毕竟卡斯珀可是比利牛丝山地群 当今最有力量的护卫群 要说什么狗能单挑狼群 但对主人和其他动物都极其友善 就只能是大白熊犬了 又名比利牛丝山地群 这种狗子成年之后 动辄四五十公斤的重量 一副高大威猛生人物尽的形象 别说你了 金毛这种对狗极其不友好 在它面前都是低 但性格却是温柔和善 就像林家大哥哥一样 无论小动物在身上怎么折腾 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这要是别的狗 高低就只能剩点骨头 国内很少见这种狗 在国外一般都是抢牧羊犬 或者大金毛的神 做着牧羊护卫或者陪伴的功能 众所周知 在自然界吨位就是地位 在美国除了黑熊以外 就只有迷路的北极熊 能跟大白熊打一打 一般都是十五开 一分钟战斗五分宝 我说的是北极熊 开玩笑 北极熊什么吨位 大白熊什么吨位 但除了这俩以外 基本上很难有打得过它 像是之前我们讲过的 十一只蛟狼围殴一只大白熊犬 被大白熊干掉八只 下跑三只 羊圈里的羊那是安然无恙 后面消失了两天 然后又自己回来 也不知道是去追杀灭口犬 还是不想自己在家里死去 让主人伤心 总之这是一种非常出色 能护你周全的护卫群 要说缺点也不是没有 四五十公斤的体重 每天狗粮少不了 而且由于品种小众 也不是钱能解决的问题 问题是没地方买 最重要的是 这种XX2号的大型犬 城市里面根本不让眼 就算能养 没个一身腱子肉 根本拉不住 就算你真的有那一身腱子肉 你确定你还需要它来保护你 再加上超大运动量 以及三只二哈级别的掉毛量 分分钟逼疯缠屎关 不过确实是个大暖男 颜值和智商也是在线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有大白熊的可以在评论区 秀出你家大暖男的美照 我们下期再见